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亚洲股市目前还是在平盘的状态 你看从澳洲到南韩日本 大陆股市开盘了 香港才连0.1%都没有 新加坡也是持平 大陆股市也是持平 所以目前整个亚洲市场 都是平盘的状态 唯独踏杯股市 昨天跌55点 今天又来一天 今天最多又跌了51点 两天落100点 大家走到面前顺顺 其实没有那么恐慌 心里作罪 大内光 昨天涨45元 今天跌了50元 大内光有点比较弱一点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嘎空股的部分 我教你们看盘氏强弱的方法 嘎空股的部分 从中石化连一光 郁金光一路下来 今天嘎空股也不强 代表主力座驾医院 其实都不是真共性 所以导致于连续两天的弱势 可是全球股市又很强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有救市主了嘛 对不对 要有救市主出来 今天盘氏很关键 我教大家几个注意盘氏的方法 你看今天大盘目前跌到 10514 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目前月线的位置 黄色这条 这条 这条是月线 月线目前价位在 10513 几乎就在今天最低点的地方 另外一个 我把图放大一点 让你们看清楚一点 最近这 这国家 九月份以来的平台 九月份以来的平台 很疲倦 一整个月的行情 竟然只有150点而已 那 150点的平台 10509 正好跟月线 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 刚刚看到10513 跟10509 几乎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盘 如果台北股市 要撑住的话 这不可以破 这里一定要守住 这里一定要守住 那会不会守住呢 理论上当全球股市 像你凶的孙 台北股市不会败了 不会独自变那么差了 那如果台北股市 要继续维持强势的话 那平台不能破嘛 对不对 这个盘局的平台不能破 好 那指数的部分 你就注意这个地方 月线跟平台 10509 这个所在 指数你就看这个点 好 那你这里要锁住 你一定要有救世主 刚才我们讲过 要有救世主 除了大力光 是一个观察指标 那另外 嘎空股也是个观察指标 那还不够 因为毕竟大力光 它是属于小型股 嘎空股全部都是小型股 你要有一个大的部队 来扭转整个气氛 那大的部队 我们可以看到 2303的联电 这已经起管了 今天目前也呈现弱势 目前联电也呈现弱势 平盖骨 鸿海也呈现弱势了 2474的可乘 平盖骨也都呈现弱势了 所以你要靠平盖骨来救 不容易 因为外资一直要从平盖骨做撤退 所以这个地方唯一有办法救这个盘的 只有一组 哪一组 2409的尤达 这组最重要 为什么说这组最重要 第一个 面板骨连续两天成交量 这么大的成交量 30万张 25万张 这里大量代表什么 这么大量是不是代表 市场最多人 在这两天全部周 目光跟动作都在面板身上 友达跟群创红机构票 两家公司这两天成交量都最大 昨天21万张 礼拜一30万张 当越多人的目光跟动作都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的一举一动 洞见观战 所以从另外的焦点去拉抬 太慢 你如果要顾盘 一定从人最多的地方 大家注意的焦点 下去做动作 那么整个注意力全部集中 这个盘要起来才会有 听懂吗 所以今天的救世主在哪里 就在友达跟群创 就在这两支构票 尤其这两家公司 目前股价都在底部区 那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我就讲过了 三日内友达群创比例喷出 供完料果然礼拜一 友达大涨5% 群创大涨6% 那美国的ADR 友达更大涨了6.5% 最近法人 最近法人也对于面板做出了评估 友达群创第三季的获利 将会再破百亿 破百亿什么意思 破百亿就是EPS 一季赚一块钱 那如果是这个景象的话 那么友达群创前三季 全部都会赚超级三块钱 你现在上市过一千六百亿 你全部都在找找 赚超过三块钱的公司 全部高级都四五十块以上 甚至有更贵的 没有那十几块钱 建设市 所以友达群创价格确实偏低 所以从友达群创下去做施利 其实第一个风险最小 第二个能够达到效果最佳 所以今天综合纲 我给大家分析 综合纲给大家分析 大盘的平台 月限要守住 一定要有重量级的部队来做扭转 那这个重量级的部队 接下来就要看 友达群创带动的效果 目前友达在平盘 正好在平盘的地方 三四八一的群创 也正好在平盘的地方 接下来就看这两只股票 的带动效果 这是今天关盘的一个重点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强势股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过 你要买股票 不要一直去队关 队关红线不是比较大 他说人债 钱债 市场债 只要你有钱 不用怕没机会 你不要记得了 不要每次都会追那种 你涨很高的股票 那是自觉坟墓 我们找那种够够的 基本面子很好的 一支一支慢慢来求 慢慢来做 风险不大 可是只要一跑起来 就是五十趴五十趴赚 林田彦就是用这种方式 在带我们的投资朋友 在带我们会员做操作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大涨 也没有大涨 昨天美国股市是小涨 可是是继续破利时新高 在美国股市昨天最强 最强多期 昨天最强还是又是 昨天Tesla稍微有转弱 昨天美光继续创新高 昨天NVIDIA继续创历史新高 NVIDIA昨天是持平 我们来看一下美光的部分 美光今天是最值得一提的 美光昨天继续涨1.47% 昨天最高点来到36.1美元 36.1美元可能你们 比较没有概念 没关系 我形容给大家听 那36.1美元 你看2014年的时候 2014年美光的最高点 35.95 35.9美元 赚36.1美元 是不是代表 已经破了2014年的高点 那其实2014年的高点 也是他15年来的最高 所以昨天破的是怎么样 赚是破15年来的最观点 那美光破15年来的高点 整个地润族群 如虎生风 整个地润族群 气势是更强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南亚科 今天继续去 华邦殿 还是维持在高档 2337的旺宏 旺宏 旺宏本来涨不见很大了 我跟大家讲过 这些地润谷里面 最值得你注意的 是威刚 3260的威刚 那今天 8299的群联也不错 群联最近回了一大波 最近群联回了一大波 这个幅度还蛮快的哦 从450一下又回到350 所以说涨高 都是危险 业绩很好没有错 可是去太高了 200块人去 450块 真正涨了一倍了 很快的 一个个时间 45 下个准35 那今天报纸在报导说 群联今年有机会 探三个股份 三个股份 我个人看法 也不是不可能 就看第四季的业绩 够不够微 上半年已经赚了14块了 对不对 丁半年贪14块 全年28块钱 应该是跑不掉 那如果第四季的业绩 再旺一点的话 那30块钱 应该是可以达标了 应该是可以达标的 今天 群联也开始上来了 可是毕竟较贵 一张三十万 资本额如果不是 资金如果不是很强的 我想这个可能 你也买不下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中价位的威刚 威刚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里面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包含上个礼拜 丁礼拜 杜凯西丁档群 也跟大家推荐 这天跟大家推荐的 那礼拜再推荐一天 又是标涨 甚至于拉到涨顶板 威刚 特别注意 因为已经横盘了半年了 大半年的时间的整理 带量四万丁 你看到平常成家量 大概都五千张六千张 礼拜一的成家量五 四万丁 整整增加了快八倍的量 给倍倍的量 代表整个整理是结束的 行情开始启动 加上美光 创了15年的新高 所以 低润股你有兴趣的话 威刚我觉得不错 记忆勾表非常注意 今天威刚目前 也是呈现上涨 目前涨了1.6% 记忆勾表 在上个礼拜 四礼拜五的时候 公司有报告 七月份的获利 大概一块 因为它发布的是税前 税前一块二 税前一块二 我们以税把它扣掉的话 那大概是一块钱 如果七月份是一块钱的话 那一到七月份就六块 那全年要十块钱 应该是很轻松的 加上第四季的报价 你目前看来 低润报价还会在涨 那如果说 威刚今年贪十块 现在还够到八十几块 本来比八倍而已 我觉得是当股票 你们倒是可以注意 那还有哪些股票 像友达群创 像威刚这样子 刚要起涨 尤其刚打完底部的 等一下在强帮初期的部分 我会跟大家推荐一档 我会跟大家推荐一档 你用心听 那赚钱的时候 记得 你一直玩短线不是办法啦 探钱的时候 加入正规军 我们五十八 五十八来谈 林和彦的原则 我操作的策略 我没带你去推荐 我没给你买那个 十八的公司 我们一定带你买底部的 基优股 行情抛下来就是 五十八五十八的赚 你一定要这样做 你才有办法 在这市场赚到大钱 不然你都要做那三五港的行情 那不可以买 我们今天的活动 一个月的费用 跟你的一起 我们吸手 大赚到年底 让你开一句话 去用就好 我们一起合作 大赚到年底 我后面还有很多档 底部刚要起档的标的 慢慢的 一档一档再提供给你 那等一下强帮初期 提供给大家 三到五天的操作 今天那档不错哦 等一下用心听 那今天强帮初期的部分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393的异光 2393的异光 异光是LED 下游 做封装的 做成品的 你看之前在9月7号 跟大家记得知道 晶电还有隆达 两次股票 好厉害啊 很凶的 2448的晶电 今天又继续涨 外资买超大重点 晶电 跟大家推荐完之后 喷出 喷出 3698的隆达 推荐完之后 也涨了一小坡 也不错 但隆达 它是属于比较二线的 你看它的股本 五十一亿 跟晶电2448 109亿 规模就差了一倍 所以那个强度 是比较差的 是有限的啦 那晶电加上 有跟苹果做合作 在 麦克风LED的部分 所以反而变成 反而聚焦的重点 可是毕竟涨高了 提款啊 我个人觉得 地光 晶电你再追高 也没有 没那个意义啦 因为毕竟平台 45块这个平台 压力还是蛮重的 那你上游颗粒大涨之后 不可能一直 只有上游受贿嘛 上游颗粒涨完之后 下游的封装 报价一样会跟着涨 那国内封装的 最大厂 就是2393的逸光 你看逸光目前的股价 也是在历史的底部 对15块 长期一直的盘跌 跌到底部去这个地方来 存40几块而已 目前股价今年度 几乎没有涨到 今年度大盘一路大涨 逸光几乎没有涨 这是周线 完全没有涨 一直在盘底 那这两天 在今天的带动之下 开始慢慢底部打出来了 开始转强 尤其指标部分 这里开始做出了三度背离 做了三个背离 本来一波比一波低 开始一波比一波高 这本来就预期要反转的一个讯号 在礼拜一的时候放出大量 这是一个攻击点 更重要的是今天站上了 红色这一条的连线 这条连线站上来 能够站上连线 代表整个攻击发起 蓝色这条是半连线 能够同时站上连线跟半连线 我想整个异光 二线的LED 异光开始转强 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今天 在墙量初级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 2393的异光 那记得赚钱的时候 加入正规军 今天节目不错的话 按个赞 按个赞 我在下午2点30分的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内容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绩效不保证未来